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晚上一樣又來到我家的屋頂 那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上次我們介紹過迪卡農的這一個 彩火爐 那上一次試用之後 大家對他的那個 好像對他蠻好奇的 點閱率還不錯 所以呢 我今天把他拿出來 那今天主要是要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市售的一個叫火箭爐的 那他主要也是燒木材 最主要是燒木材 OK 那我把他打開來 我們看一下 其實他的體積就差的有點多了 大小其實差蠻多的 那我打開來看一下 好啦 這是他的收藏袋 跟迪卡農的袋子比就是太一樣 OK 那這個呢 我先組裝給大家看 這是他的底座 那其實他是用很多層不同的 金屬件 這樣掏接起來 收起來都是蠻小的 擋開之後變這樣子 放上去之後呢 這個底下就是放柴火的部分 就是放木材在這邊 把它掏進去 其實他就會掉到下面去了 然後呢 上面這邊的話就是他的那個 可以放鍋子的地方 大家看到了嗎 他是可以放鍋子的地方 他組合起來其實就是這麼 這個大小 大家不知道看得到嗎 我看一下鏡頭 OK 鏡頭有點看不到 沒關係 那我把他拿做上來好了 大家看一下 他大小其實就是 差蠻多的 這個 柴火爐 跟迪卡龍的這個 柴火爐的大小 OK 那當然啦 以迪卡龍的柴火爐裡面 他內部的空間 還是大過這個 組合式的爐子 那他是蠻方便攜帶的 大家看一下 好 那 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爐子有一個缺點喔 他底下呢 他底下這個灰 灰是會直接掉到地上 那迪卡龍這個是 專事有介紹過 他底下有個街灰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你在草地上燒 這個可能會 上到露營區的草地喔 一般營煮可能會有點意見 OK 那 今天我就不點這個柴火爐了 我們進來點那個 我新買的火箭爐 給大家看一下 差異在哪裡 那我現在準備來點火了 好 那柴火爐現在我已經添了柴火 大家看一下喔 他 我火箭爐啦 我們叫他火箭爐啦 我們來拉近 進導致大家看一下 喔 裡面其實放了沒有很多的柴火 那 我等一下就來點他 然後移動一下相機 把它裝回去 可能會有點震動喔 不好意思 調整一下相機 好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就拿出我 剛剛用 化妝棉 跟凡士林做的火種 好 那我就把它丟進去囉 我發現這個柴火有點 這個火箭爐比較不好的地方是說 它投入木材的位置是在上方 好像不是那麼容易把它加柴火啦 那你煮到一半東西要拿起來這樣子 好 它開始點了 鏡頭拉遠一點 我們看一下它燃燒的狀況 那它叫柴火的部分呢 要從上面這樣丟進去 那 它一樣 它的柴火也是要細細的耶 沒有辦法就很大隻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等火 比較正常 木煤器出來之後 我們再繼續 開始 我們今天還是煮一點咖啡好了 一樣 等的過程中 我們來煮咖啡吧 準備開始 煮咖啡 天燈 煮咖啡 火中火 場 使用炭火 始衛 啡火 好 現在火差不多了 那我就把水壺放上去 那裡面大概也是500cc的水 我們就開始煮水囉 開始計時 不過我發現這個握柄啊 在這個爐子上面燒有點危險 這握柄可能會被燒到 那這個爐子呢 這個火箭爐在蝦皮上面買 大概300多塊 不過它我覺得有點小小的問題就是 如果現在要加柴火的時候 只有從這邊這個一個不大的洞 你這樣把它加進去 不是很方便 然後它這麼粗的木材啊 就這樣就太長了 大概要折到大概可能 5到7公分比較好丟進去 它這麼粗其實要折這麼細 有點難弄啊 除非你要帶刀子去劈它 這有點不是那麼方便弄 喔 握柄好像真的有點危險 然後這就得到它倒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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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咖啡可能喝不到了 我現在發現這個爐子的火呢 我拿來把咖啡壺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木頭居然燒完了 那其實不知道是我的操作有問題啦 我發現在燃燒過程中 一直沒有看到有木煤器 從旁邊竄出來燃燒的那個情況 所以這個火箭爐 到底是真的是有問題嗎 還是怎麼樣 搞不清楚 不過 就我們上一次的看啊 它的火 它真的體型是大很多 那價格也真的有點差別 蠻貴的 但是它的火力真的是蠻好的 然後從剛剛那個中間 我去天柴火的部分來看 我從上面丟柴火其實不方便 我要從前面 從側邊這樣丟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啦 那那個爐子 剛剛我又加了新的柴火 發現它的火 它的柴燒的很快 但是它是真的就在燒柴 我沒有看到有任何的木煤器的那種 從旁邊那個 氣孔噴火出來的那種現象 所以我覺得 這個火箭爐可能 目前啊 我現在這一次的測試看起來 效果真的沒有很好 所以今天的咖啡 如果用這個爐子 不知道火又燒起來了 我剛剛天天心的柴火又燒起來了 我不確定今天這樣子 我的咖啡能不能泡得成了 我把它放上去 我們再來試一下看看 它火又點起來 我們再來試一下 不過一樣看起來它燒的是 把水壺拿起來好了 你看一下齁 我們直接來觀察它的火焰好了 今天咖啡可能煮不成 沒關係有沒有看 我移動一下相機 大家看一下齁 它的那個燃燒啊 這真的是從 爐心底下的 木頭的燃燒 所帶出來的火焰 看起來沒有從旁邊那個 氣孔 帶那個上升氣流 上來燒木煤氣的那種感覺 看不出來齁 看起來就真的是燒 木材引起來的 那這個樣的火力其實小蠻多的 等一下喔 從另外一邊看 好像有一點點那種感覺 喔不是啦 它還是燒木材去燒出來的那個 那個火焰齁 所以看起來 這一款的 木煤氣的收集的狀況 沒有像 迪卡龍這一款的效果這麼好 就普通普通而已 那燒得也蠻快的 它其實燒得真的有點太快了啦 那木材丟下去一下就把木材燒乾了 那 不像我們迪卡龍這一款 它真的是用乾溜的方式 去把木煤氣給弄出來 然後去燒那個木煤氣 所以其實 大家看一下齁 那火力也是有差 我們那天看那個迪卡龍那個火力 它那個火焰真的很高 那也還蠻集中的 那這一款就是這樣子 就是看起來就是在燒木材 並沒有木煤氣產生的情況 對啊 而且它燒得好快喔 底下的木材 木材都灰了 都變得灰了 不知道大家看清楚嗎 來我來設定一下 想辦法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對啊 大家現在都是灰 都是燒碎碎的 那天的迪卡龍殺完的話 那個木材因為是乾溜的方式 所以它還本身有 一根一根那個樹枝的形狀是還存在著 所以 看它火已經很小了 今天其實我今天用的那個木材量喔 比迪卡龍那一款的 那天我們都測試的時候 它的木材用的還多 可是哇熄掉了 這一款這次用的木材 比迪卡龍用的還多 就一下就燒完了 表示它是真的只是在燒木材 還不是在用乾溜的方式 用高溫把木材裡可燃的那個 Wood Gaze 就是木煤器給逼出來之後 拿去做燃燒 所以它很快就燒完了 直接把整支木材 木材 木樹枝全部都燒完了 這個量真的比我那天用迪卡龍還多 所以看起來 有沒有燃燒效率喔 跟燃燒的一個狀態 我把它放在一起大家看一下 如果以那天我們在比較的話 我先說好了 第一點它的燃燒的模式是不一樣的 迪卡龍那一款燒的是木煤器 那這一款蝦皮上面買來的 叫做火箭爐 那它本身直接燒的應該是 就是木材的本身 它並沒有把木煤器給逼出來 那在燃料的節省性上面 我覺得迪卡龍這款真的 因為它是燒木煤器 它木材燒得很慢 所以一點點數字其實就可以燒滿 火力很強 所以 是有差的 所以在燃料的節省性上 我覺得迪卡龍這款也是比較好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添加柴火的一個方便性 那我降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呢 這款火箭爐呢 它本身就從這個小小缺口去加 那其實也不是那麼方便 那丟進去之後 木煤器會直接就燒到那根木頭 那糟糕那根木頭的時候 那木頭其實還沒有辦法乾溜逼出 木煤器它就已經被火給點燃了 就燒起來了 就直接把木頭給燒掉了 就逼不出木煤器 那迪卡龍這款呢 因為它是從這邊 從這款從側邊去進 去進那個木材 它丟進去之後呢 它會跟原本底下的木頭 一起接受高溫 然後去乾溜 去逼出它的那個木煤器 然後往上去燒 所以 丟進去兩個燃燒的狀況也是不一樣的 那整個來說 呃 我覺得雖然 迪卡龍有朋友說 1999好像有點貴 可是相加這個 火箭爐300多塊 可是 我是覺得那個效果真的差蠻多的 我今天咖啡看起來是泡不成的 那 這樣子的一個火焰就 一下子就燒完了啦 就真的是燒木頭 不是布煤器 所以沒辦法囉 今天就看起來咖啡是喝不成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 或許會有朋友看到蝦皮 或是一些網站上賣的一些像這種 所謂火箭爐也是號稱燒木煤器 那 就今天啦 我個人的測試看起來是 比不上迪卡龍這一款 或許可能是我的 或許有朋友說 可能是我的操作方式不對 好沒關係 那就我今天測試的結果 迪卡龍這一款的效率 各方面都是比較好 但缺點就是它大了一點 但是它結構真的還蠻強壯的 那 呃 迪卡龍這一款的我在用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今天它冬天在冷的時候 我們用焚火台去點火 其實風一吹那灰啊到處飛 然後是蠻危險的 照著燒到帳篷之類的 那迪卡龍這一款呢 有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 你從上面把那個上面這邊 把木炭丟進去之後 放在裡面 它既不會有灰亂飛 那本身它的那個爐體又是金屬的嘛 就會發熱 那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等於是一個暖爐在那邊燒 那還是注意安全啦 那大概那個感覺就是 爐體整個在發在熱嘛 其實就有點像你平常帶的那個 沒有暖爐上山去的那種感覺 應該是差不多的 那好囉 那今天的介紹到這邊 那很可惜的 我的咖啡喝不成 我的豆子也磨好了 可是沒辦法 煮不起來 那或許等一下我用 迪卡龍這一款 再把它點起來 試試看 怎麼辦法煮我的咖啡 好喔 那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 掰掰 抗出來 但不是很容易 看小独皮 如果妳可以做小独皮 看到小独皮 也是很容易 可以做小独皮 還是可以做小独皮 因為妳可以做小独皮 然後妳可以做小独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